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说,小满啊,也不知道豆豆怎么样了,我也惯想她的,她要是能回来看看我就好了,我看着我母亲撕裂孙子的模样,我笑了,我说,妈,豆豆这才开学没有一个月啊,你要是实在想她,我就带着你去豆豆的大学看一看。 我七十八岁的母亲说,我也想去啊,可是我老了,走不动了,等我去世和你再带着我去吧。 我还没看见过大学长什么样子了,突然听母亲这么说,我有些不开心的说,妈,你胡说什么了,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 但是我却没有想到,几天后的现在,我母亲居然毫无声息的去世了。 当我打了电话告诉大哥二哥的时候,他们立马从他们所在的城市赶了过来,我大哥比我大十岁,今年五十六岁了,他在很小的时候,就跟着我们的舅舅出去做生意去了。 现在生意租的挺好的,也就定居在了那个城市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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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